大家好 这支影片是关于C子案例里面有提到的最大值跟最小值的补充 好,那我们直接到Math底下吧 我们选择这个Utility的标签 这边有这个最小值跟最大值 我们把它选取出来 在这里 还有在这里 好,那我们在这个Million的这个标签我们停留一下 它上面写 它会返还就是它这边的这个Result 它出来的结果是这个A跟B里面相对比较小的值 是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这边直接来打一个数字 我可能打5跟9好了 5跟9 好,然后我把它分别送进A跟B里面 好,我们这边给一个Panel版 我们看一下后面这里 好,你看它这边是给5 所以5跟9里面如果通过这个Million的这个标 那个电池的话呢 它这边出来的就是会出来一个比较小的值 那如果我这边改成3或2 它就会变得是这个值比较小 所以它就会是2 好,那我们这边这个 我们前面这边按例是量这个距离 距离嘛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 还没有缩放之前的 我们来看还没有缩小之前的 这个还没有除的 你看它这边是12、11、19、9 有没有 好,我们把它稍微往下拉一点 好,我们拉到这里 我们这样可以看到比较多一个 稍等一下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如果想要把我的整个值的最大值 我不想要它超过8的话呢 要怎么做 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Million这个标签来做 这个电池来做 我呢可以把这个测量完的这个距离呢 我把它这个数值我把它这边 从Panel版这边 我也可以直接把它送进来 送进这个Million的A 然后我这边的这个B的值呢 我刚说希望我整体的这个数字不要超过8 就是我最大值是8 有没有 好,那刚刚说这个最小值 它是会比较出这一笔资料 跟这一笔资料里面相对比较小的值 它会被变成是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呢 你看像这一笔资料 是12、11、10 这12、11、10跟8比较哪个值是比较小的 是8吧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一样给它一个Panel版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Panel版 后续的这个Panel版 我们把它拉到跟你刚刚拉的这个是一样的长度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很直接的来看 这一笔资料跟这一笔资料直接的一个比对 我们要按照的这个顺序看哦 这其实就是那个List啦 我之后在初级的课程会讲到 我们今天先照的这样子看就好 你看哦这几个数字都是比8还要大的 所以呢如果用这个minian的这个电池来做的话 它会选取的是比较小的这个值 所以这边12它比8大 所以它都变成了8 然后这边有一个是7有没有 7比8小 所以这时候7就变成是优先被选到了 所以比8小的都会被保留 比8大的呢就会变成8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用这个最小值的电池 我们来针对这两笔资料做筛选的话 这个时候呢8就会变成了我们的最大值 所以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同理这个 这个最大值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它其实跟最小值就是相反的啦 好我这边给5跟8 然后呢我这边一样给个panel版 你看它就是选择8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可以交叉应用的 那我这边是用这个medium来做 好那这是针对那个最大值跟最小值的一个讲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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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